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防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的 跟我说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体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感谢 volunteers 感谢观看